因为他长期把这个液化石油器 就是液化天然瓦斯 把它价格降得很低 像你刚刚讲就是 每个王生才四块钱台币 所以大家都用这个东西 尤其是他们的汽车不是用汽油的 是用液化天然气的 而这次就是在1月2号的时候 新的总统他突然宣布 他说要把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提高一倍 所以就开始有人示威了 他的总统就决定要开枪来镇压 这到现在为止 大概一百多个人死掉 就是价格这样突然暴涨一倍 当然是让人民受不了 因为大家都平常都靠这个东西生活 可是最后发现 真正原因其实是一场政治斗争 当然它情况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石油跟电价格都压得很低 但是没有低到成本以下 因为在哈萨克 天然气的成本是 大概它现在价格的 大概还是超出大概50%的样子 所以它的这个 天然气一直是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在 在卖给这个消费者 台湾虽然我们说 我们长期这个动价 动油价 动电价 但是大体上呢 是还在成本之上 最近是不太不太不太对了 最近像中油它就说它已经亏损了 大概快100亿了 就是因为我们动胀之后呢 已经把油价降到成本以下去了 所以这个倒是值得警惕了 就是当民众想 我想担忧的面比较多 看好的面比较少 担忧的问题其实都是 不是今年才出现 不是从去年或者前年就开始发生 那个里面最重要的 两个 一个就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我们有一度以为 好像控制住了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 出现一个新的这个病毒 Omicron 而它突破了几乎所有的疫苗 而且在美国它的这个确诊率 确诊人数 但在过去我们看到大概10万 就了不起了 就后来到20万 然后100多万 而且100多万还不是一天 还好几天连续不到100多万 不但美国是这样 欧洲也是如此 你看法国30万 英国也十几万 这表示疫情的这个发展 现在是大爆发 而不是受到控制 所以这次的疫情的这个大爆发呢 对于今年 当电动车大爆发之后呢 因为汽车本来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生产量非常之多 所以一旦汽车换成了电动车 它就会使得晶片的这个需求 快速爆发 如果攻击跟不上的话 那它就会造成严重的晶片短缺 而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攻击是跟不上 尤其在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 情况更严重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个电动车的爆发呢 所造成的晶片短缺呢 这个是一时间是无法克服的问题 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最关注就是哈萨克取消了这个 液化石油器的价格上限 然后就导致 因为我记得它上面的资料是说 它原本的价格是大概在台币不到4块钱 然后一取消之后 一个晚上就涨到一倍 就是快要8块钱 7到8块台币这么多 所以因为哈萨克的经济 好像本来就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它这样物价整个一起涨的话 它就是受不了 就引起很严重的抗疫 甚至造成很严重的死伤 那大家会关注这个问题 当然会觉得说 大家就聆想到台湾 因为台湾也是长期对于 这些就是燃油价格进行控制的 那我们跟哈萨克一样 最主要就是因为民生 跟这个所谓的社会稳定 这几个因素 所以我们不敢放手 那我们来看这个哈萨克 这样子的前车之鉴 是不是要做我们的一个参考 或者是我们的状况跟它不一样 那哈萨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哈萨克是一个很穷的国家 因为它长期把那个 这个液化石油器 就是液化天然瓦斯吧 把它价格降得很低 像你刚刚讲 就是美国人生才四块钱台币 所以大家都用这个东西 尤其是他们的汽车 不是用汽油的 是用液化天然气的 所以他们很普遍 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因为政府把它价钱压得太低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划算 都觉得好像这个 生活的费用就很低了 而这次呢 就是在1月2号的时候呢 这个新的这个总统 他突然宣布 他说要把这个 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这个价格提高一倍 所以就开始有人示威了 那示威的时间大概是 1月2号就开始示威了 但是到了1月4号的时候 这个示威就变成暴动 而且不动了 他的这个总统就决定要开枪 来撑一下 这次是 不准备启动 这到现在为止呢,大概一百多个人死掉了。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夜花天然气,价格上涨太快,造成这样的暴动? 他们后来说其实不是,就是价格这样突然暴涨一倍,当然是让人民受不了,因为大家都平常都靠这个东西生活。 可是呢,最后发现呢,真正原因其实是一场政治斗争。 是他的现在的总统跟前任总统在斗争。 而现在总统其实是前任总统指定的。 这在2019年大概就是两年多前,那个原来总统叫做纳塞尔巴耶夫, 他已经当政了三十年,大概就从这个哈萨克独立之前就开始,就是国家的这个领袖。 但是到了三十年呢,这个一直都做得不好。 所以人民到最后呢,对他有非常强烈的反感。 所以在2019年就开始有一些这个动荡。 那这个动荡呢,就迫使他,就让位给这个新的这个总统。 非常多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继续继继继续说, 他人们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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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们的名字,他人们的名字,他人们的名字。 你不评论他人们的名字,他人们的名字,他人们的名字, 可以发展上了一段时间。 这个老总统他虽然被迫退位了 但他并不是真正想退 所以他就把着国安会在手里 他当国安会主席 等于是继续就前面听证 他不但自己当国安会主席 还让他的侄儿当副主席 就两个人控制国安会 就控制整个哈萨克 但是最近大家对于新总统的执政 也不满意 觉得他上来之后 三年下来没有什么好的改变 再加上这次突然就把天然气的价格调高了 所以才开始有示威 但是他们说示威开始之后呢 刚开始还是平和的示威 但后来就开始就变成暴动 而这个暴动当发现 其实是有暴徒 黑社会的人在里面闹事 而最后的发现是 这个其实呢 就是老总统的侄儿 国安会的副主席在主导 所以是老总统要利用这个暴动 来逼迫这个新总统 在屈服 在让步 所以说起来好像是一个政治事件 其实是一个政治事件 如果这些人没有做到 这些人会使用这些钱 为国家的状态 2021年2月播出的全球战经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开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那台湾跟他的情况呢 台湾跟他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石油跟电 价格都压得很低 但是呢 没有低到成本以下 因为在那个哈萨克呢 天然气的成本是 大概它是 它现在价格的 大概还是 还超出大概50%的样子 所以 他的这个 这个价格一直是 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在 在卖给这个消费者 台湾虽然我们说 我们长期这个动价 动油价 动电价 但是大体上呢 是还在成本之上 最近是不太 不太不太对了 最近像中油 他就说他已经亏损了 大概快100亿了 就是因为我们动胀之后呢 已经把油价降到 成本以下去了 所以这个倒是值得警惕了 就是当民众享受 惯了这种低于成本的 这个能源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天觉得 你负担不了了 你要调整这个能源价格 而且调整价格 调整得很猛烈的话 造成示威的可能性呢 不是不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全球的物价 都在上升 而且通膨看起来是 美国已经到了7%了 7% is the fastest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since 1982 June of 1982 is a nearly 40-year high in the increase in the CPI worth noting is that on a monthly basis the headline rate actually decelerated a little bit but that's owing to a decline in energy prices and a more modest increase in food prices when you strip those out and you look at what's left what's known as core prices we're not seeing that deceleration the monthly pace is still elevated and even core prices are up at the fastest pace in 31 years 台湾大概也不会太低 不满 对政府的这个长期的执政呢 低效率 他们很抱怨 所以他们是借这个机会呢 就等于是 要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那台湾如果 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假定 政府的效能一直很低落 然后呢 在民间呢 造成很大的民怨 而这个民怨呢 就不断地在加深 假定又受到 有些人这个有些人挑拨的话 是有可能也造成 比较大的这个动乱事件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需要警惕 就是以这个为前车之鉴 就是不论是 你在将来呢 在决定能源价格的时候 或者是在施政的时候呢 都必须要充分 反映现实的情况 充分考虑人民的感受 而不要让人民有任何的这种 可能会发生动乱的机会 那像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其实对于这些 就是燃油的价格 是没有设所谓的上限 因为毕竟我们要回归 所谓的市场机制 那为什么台湾 要这么特别 一定要就是 我们设一个标准在那边 然后政府的 就是介入的力道这么强呢 我们难道不能够放手吗 会有什么问题 我想在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政府如果对自己的这个 执政很有信心的话 它其实一切就是 照张行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这个石油啦 或者电啦等等呢 它就是整个市场里面的物资 所以市场的物资 有工求来决定它的价格 这才是一个最稳当 而且能够长久的方法 所以只要是比较像样的 先进国家呢 大概都是这样的 那台湾为什么会一直要 控制油价 电价 水价呢 因为我们的政府 从六十年前开始 就迷信低物价 我们一直想要 把重要的民生物资的价格呢 要控制在政府手里 而且呢 要尽量让它压低 来减轻人民生活的痛苦 来表示政府照顾人民的得意 所以我们六十多年来 一直这样子 从老蒋下来 每一任总统 每一任政府都是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想头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国民党政府呢 当初在大陆败退 败退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恶性通膨 所以国民党政府 对于通膨 是特别恐惧 所以只要提到物价上升 它马上就要 用一切手段来压制它 所以这是恐惧通膨的 头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一个政府呢 如果对自己的执政呢 不是那么有信心 它觉得好像有些地方呢 人民可能会不满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抗争会发生 所以它就想要讨好人民 但是如果它的这个 施政的能力不足 那最 最基本的讨好 就是把价格控制好 把重要物资的价格压低 来表示 这个是一个 照顾人民的好政府 所以我想大概 延续60年都没有改变 后面这个原因 可能比较重要 像哈萨克这一次的问题 它可能不是这么单纯 就是因为能源价格的关系 它可能背后还有一些 就是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 那像这一次能源价格 是全球都在涨 那是不是像 那一年价格 带动了 会使得一些经济 比较不稳定的国家 更容易有一些 动乱或变化 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 一百美元一百美元 但是始終都在大概七十八十左右 所以我覺得能源不是這次 真正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應該在別的地方 比如說塞港啦 或者確晶片啦 還有更根本的就是 我們撒太多的錢 尤其是不但亂印鈔票 而且美國政府呢 他一次又一次 用這個進兆或者上兆的資金呢 去我們說激勵 景氣 這些行動其實才是真正造成通貨的原因 所以你看現在全球各國的通貨 以美國為首 但其他國家像台灣20%左右 所以美國的通貨事實上呢 跟他的政府的作為是有密切關聯 那其他國家目前感受到通貨壓力呢 還不是很多 中國大概是一些比較 我們說這個經常漲 又嚴重刺刺的國家 它必須要不斷地貶值 而在貶值的時候就帶來通貨膨脹 所以這種國家呢 情況比較嚴重 其他國家大概只要它的 這個國際收支還蠻平衡的 經濟還穩定的話 通常通貨不會很嚴重 所以像老師剛剛說到這個狀況 可能就是像土耳其 巴西這種國家 受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對 因為我看最近那個土耳其的壁紙 也是扁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他們也是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造成的 因為它一旦它那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 資金又開始外流了 通常它就被迫一定要貶值 而它越是貶值 它的這個信心就越會被破壞 所以就會貶值得更嚴重 因此它本身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了 所以通常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是貶值 然後物價不斷上升 然後資金外流 這個國家很難控制住 老師那像現在新的一年2022年 那在全球 就是目前全球我們哪些變數是 大家可能要比較擔心的 或者是有哪些前景大家覺得是可以看好的呢 我想擔憂的面比較多 看好的面比較少 擔憂的問題其實都是 不是今年才出現的 這是從去年或者前年就開始發生 那個裡面最重要的兩個 一個就是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我們有一度以為好像控制住 尤其很多新的國家 它的這個疫苗的普及率到七成八成 甚至像以色列百分之百了 我們在以色列的看到 是非常頻繁的發展 主要是Omicron的疫苗 而在Hadassah 我們現在看到 一個頻繁的增加 在接種疫苗的疫苗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 出現一個新的這個病毒 Omicron 而它突破了幾乎所有的疫苗 而且在美國它的這個確診率 確診人數 但在過去我們看到 大概十萬是了不起了 有後來就說二十萬 然後一百多萬 而且一百多萬還不是一天 還好幾天 連續不到一百多萬 不但美國是這樣 歐洲也是如此 你看法國三十萬 英國也十幾萬 這表示疫情的這個發展 現在是大爆發 而不是受到控制 所以這次的疫情的這個大爆發 對於今年會影響會蠻大 譬如說我們在看到 當它在中國大陸開始擴散的時候 中國大陸是採取最嚴厲行動的 所謂這個清零行動的 一般需要什麼東西 給我們的社區的領導聯繫之後 基本上都送來了 因為我們也理解 現在外面都非常忙 可能有些遺漏的 或者什麼就是你需要的 可能送不到了 那我們也理解 當然清零行動大概就是 除了大陸來就是台灣 那大陸做得更積極的 更激烈 它一旦發生某一個地區 它的感染嚴重 譬如說有一百多個案例出來 那整個就封城 一封就是好幾十萬人 就被困在城裡面 它這樣做的這個情況 當然就會使得 它的人民產生恐懼 消費活動 或者一般的服務業的活動 都停止 甚至工廠都停止生產 像那個西岸封城的時候 三星就停止出晶片 所以像這種疫情 這個大爆發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 它採取了很激烈的反應 可是在其他國家 它也不是沒有反應 它也同樣開始要加強管制 所以很多活動 在去年的下半年 好像看起來恢復 現在大概又停止了 所以今年疫情的影響 可能更勝於往年 這第一個 那第二就是美中對抗 從川普時代調起來 到現在發展到拜登的這個任期 他始終沒有停止 他只是川普這個調起了戰火 拜登沒有再繼續增加他的這個柴火 他只是讓他維持在那個狀態 所以美中對抗其實還是持續在進行 而且拜登採取的手段就是 他基本上是不動關稅這塊 但是他用這個精準外科手術的方式 他專門打擊會對大陸科技發展 有重大影響的這些產業 所以他是直接攻擊他的要害 他希望用這個方式讓中國經濟停止在科技上進步 所以美中的這個科技大戰其實芳心未愛 而這個科技大戰當然他會使得全球市場 至少在科技產品這方面會嚴重的分裂 而這個分裂當然再加上過去這個加關稅 或者貿易制裁等等 會使得全球的市場供應鏈就發生分裂的現象 而這個供應鏈發生分裂 再加上疫情造成很多斷裂 所以很多國家就開始縮短供應鏈 縮短供應鏈聽起來是蠻好聽的一句話 但其實是很壞的一件事情 因為全球化就是最長的供應鏈 就是我只要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我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來佈局 來生產我需要的這個產品 所以你可以把全世界的生產的成本都降到最低 那現在呢當我把供應鏈切斷甚至縮短 甚至拉回本國 那表示呢我已經不管生產效率了 我也不管生產成本 只要在本國就好 所以生產成本會大增 生產效率會大降 尤其是供應鏈一切斷之後呢 那會使得國際合作就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我們都知道任何經濟活動都是透過分工在進行 你分工的越是細密 你通常得到這個效果是越好 再從這個經濟學老祖宗 Edan Smith就開始講分工 但是當供應鏈切斷 他意思是說我把某些分工 我讓它停止 我不再分工 我要集中在某個地方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半導體就是這個現象 半導體原來台灣台積電它供應全球的需求 那現在你看到不是吧 現在是美國也要建立半導體產業 日本也要建立 歐洲也要建立 就是美國家在自己家裡面生產 我從此不需要靠外人 但是我在自己家生產的成本 不管多高 我都要這樣做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在反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呢 它會使得全球化的很多的利益 很多的好處都不但破壞 而且反其道而行 所以這是影響今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電動車 看起來是件好事了 但是呢 電動車 當它因為這個馬斯克的特斯拉 突然之間受到瞩目之後呢 中國大陸就開始緊追 它就有好幾個電動車的這個車廠 它的生產的量甚至比特斯拉還大 有些這個車子的效能還更好 於是電動車就變成一個新的風潮 全球都在瘋狂追逐 所以現在全世界每個車廠都要生產電動車 甚至他們都宣稱在多少年之後 它就沒有汽油車了 全是電動車 那生產電動車呢 當然是對這個排碳來說 對這個保持這個地球的這個綠化來說 是好事 可是它會有兩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電動車需要的晶片 是一般這個汽油車好幾倍或者十幾倍 所以當電動車大爆發之後呢 因為汽車本來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個產業 生產量非常之多 所以一旦汽車換成了電動車 它就會使得晶片的這個需求快速爆發 如果攻擊跟不上的話 那它就會造成嚴重的晶片短缺 而目前看起來好像是攻擊是跟不上 尤其在疫情的這個影響之下 情況更嚴重 所以看起來呢 這個電動車的爆發呢 所造成的晶片短缺呢 這個是一時間是無法克服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 排碳之所以受到這樣大的重視 是因為這個 我們說氣候變化綱約通過了 每個國家都要宣布 它要在什麼時候要達到碳高峰 什麼時候呢 要達到碳中和 當然台灣也這樣宣誓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台灣做不到 因為台灣根本沒有任何策略提出來 可是像中國大陸呢 當習近平說他2050年要碳中和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他不是空口說白話 他是真要這樣做 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激烈的手段拿出來 所以他開始把這些高耗能的產業 高耗電的產業 立刻一個一個把它關掉 然後這個用煤發電也盡量減少 所以大陸立刻造成一個限電 一個電短短缺的現象 而這個現象呢 其實在全世界都發生了 那就是由於我們現在對於這個發電 我們有更多的這個計較 我們要求它更濾 要求它更減少這個用煤發電 所以發電的成本不斷在升高 因為不論是再生能源 甚至天然氣 它的發電成本都遠高於用煤發電 所以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夠解決的話 將來全球在用電的時候呢 都要付更高的成本 所以這對於就是 耗電比較多的產業呢 是很大的打擊 那對於耗電比較多的國家呢 就打擊更大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影響今年的因素 所以今年其實呢 是很不平靜的 當然還要必須要再提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前面這幾個因素呢 又導致後面幾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塞港問題 塞港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的話 這個航運成本會繼續升高 而這個也會使得全球的通膨 持續的在上升 另外當然就是通膨 就讓美國鏈者會呢 開始要決定要升息 要縮表 而這個升息縮表 這個這個行動呢 又讓全世界都受到影響 所以你看今年 我還沒有把它全部都列去完 已經是零零總總 已經讓人這個膽戰心驚了 雖然老師沒有比較看好的部分吧 大概比較正面的消息的 頭一個就是RCEP成立了 這個是東協十國再加上五個國家 中日韓澳牛 這十五個國家結成一個自由貿易區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所以在這個區域之內的這十五個國家呢 他們將來他們的這個交往會更密切 它的生產成本會更降低 進出口會更頻繁 所以由於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自由貿易區 它影響這個二十多億人口 所以全世界會在這個自由貿易區的激勵之下 可能這個經濟表現呢 會比較有向上的這種動力 當然這個好消息呢 不是對台灣而言 對台灣而言是最壞的消息了 老師那像他們這個等於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區 那這樣他們的成本就是因為關稅降低 成本會降低 會不會對於全球的一個通膨 也會有比較舒緩的效果 當然 就至少在這個區域之內 因為它的這個相互免關稅 所以它這個關稅的這個部分呢 取消之後價格會降低一點 但是除了這個區域就沒有這樣的好處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政經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馬凱線上課堂家 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舞蔑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他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視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戰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有個馬凱小教士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臺灣如果不拿定度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雲箭的話 我覺得臺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新店這麼短缺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臺灣是到那邊去的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這事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地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它的職業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來一年 風險高了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七星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到